模拟精舍 英国记事集 家庭问题系列 严寿的关键 以下为二位有缘人分享 来文照灯 分享一 接触精舍四年多 我手边已开示的经文数不算少 有自己的 还有两个女儿的 家中只有我和母亲会念经 母亲也有自己的业障经文要完成 所以我都要靠自己 每天念经的时间不多 因为还有一堆熟悟事要处理 老公债时也不能念 因此我的还债速度很慢 但我还是坚持每天念 相信总有全部回向圆满的一天 这几年来我一直持续念经 念经时会念三部经 包含自己的及两个女儿的 也就是一天会同时念给三位业主菩萨 我认为这才公平 其实念经真的让我改变很多 不会轻易发脾气 事情看得比较淡 也较顺利 感觉冥冥之中 佛菩萨都会帮忙 不管遇到什么难题 几乎都会刚好地解决 某年农历九月左右 大女儿做了一个梦 梦到她爸爸盖着白布 躺在一张床上 大家都哭得好伤心 旁边的木板上写着 因心脏病过世 女儿隔好多天 才跟我讲这件事 我听了很担心 于是赶紧送件网络请示 终于等到星期日开示结果 佛菩萨开示 此梦境是真的 先生大险将至 天哪 看到开示 我待了好久 先生正直壮年 孩子还小 先生是家中支柱 这该如何是好 回想起 金舍部落格 有发布几篇感应文 也是提到大险将至 有些是业障讨报 只要回向圆满 就能化解 于是隔一周 我再请示 是否为业障干扰 佛菩萨开示 系业障没错 但业逆系灵界的关爱 并非只有业逆干扰而已 八字内已经设定好寿命 系由过去是善恶因缘所凝聚 平时多多行善 诵经持咒 多放生 方能真正的延年益寿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要努力的逆以昌生 服务众生 看到这开示 我的心又凉了 脑中再度一片空白 佛菩萨执悲开示 可念金刚经 药师经 地藏经 各三百六十部 得以延寿一年 且需于农历 十一月底前回向成功 但短短二个月的时间 我根本念不完 就只能念多少是多少 剩下的功德 再多不失来回向 在念经之前 我先恭请我自己 和两个女儿的业主菩萨 告知他们此状况 因时间紧迫 所以我必须先暂停 三位业主菩萨的经文 让我可以先念先生的部分 如果业主菩萨同意 请赐我一个允教 我只自教一次 自己和小女儿的业主菩萨 都同意了 当下我哭到不行 非常感恩业主菩萨 但大女儿的业主菩萨 却不同意 我想也许是大女儿 消业逆的经文就快完成了 所以业主菩萨 希望我可以如期完成回向 回向圆满之后 当初延寿一年的时间将至 我非常担心 我非常担心先生寿命已尽 这一年 我固定帮先生每月捐款 也带着先生一起当志工 一起行善帮助别人 我不断向菩萨祈求 给我们多一点时间 我一定会带着先生好好修行 多多行善帮助众生 回馈社会 以报答佛菩萨的恩惠 经过这次事件 我有很深的领悟 众有万贯家财 没有福报也是突然 但福报总有耗尽的一天 再多的钱财也买不到生命 因此在有生之年 应该要多多行善积德及福报 我相信命运是可以改变的 感恩佛菩萨慈悲提醒 让我女儿做了这个警示梦 才不至于抱憾终身 分享二 持续念经 佛菩萨真的会适时出手帮忙 念经真的不可思议 去年佛菩萨借由梦境 告知家中有人大献将至 还好有佛菩萨的提醒 让我们有机会来做补救 没有留下遗憾 另一件事 是这几天才发生的 因年日湿冷的天气 所以家中都会开除湿机 我习惯晚上睡觉时 开除湿机除湿 早上起床再关掉 这天如常在书房开除湿机 家母半夜约十二点左右起来如彻 听到书房除湿机的声音很大声 于是去看了一下 没什么异样 就回去睡了 躺在床上约一分钟 眼皮才刚合上 眼前立刻出现 家中那台除湿机 就放在家母旁边 而且冒了很多的烟 家母吓到立刻起身 走到书房一看 除湿机隐约有烧焦味 于是家母立刻将店员关掉 插头拔掉 真是有惊无险 因为大家都在睡梦中 没有人会警觉 要不是佛菩萨慈悲提醒 我们可能会遭遇到可怕的意外 其实不只有这件事 还有很多例子 我和家母都有感觉 其实佛菩萨一直在我们身边 一次可以说巧合 但二次三次无数次 又岂会是巧合呢 感恩佛菩萨慈悲庇护 分享结束 有缘人的女儿 曾梦到爸爸往生 佛菩萨开示 正直壮年的先生 大显将至 有缘人努力诵经 做功德帮先生研寿 一年后 写了这篇感应文 与大众分享 小编看到这则分享 真的很感动 有缘人真的很有心 努力度化丈夫 一起行善修行 但福是修来的 不是求来的 努力求佛菩萨 还不如努力修自己 您的感受 帮先生 严寿圆满 这一年来 有缘人的心理转折 心性大幅提升 以及有缘人的先生 一同行善不失 更积极地运用 自己有限的生命 去照福众生 这才是生命考验的意义 蔡师兄说 若时间到了 心情好也要回去 心情不好也要回去 没有一个人是不用走的 释迦牟尼佛当年时间到了 也是会走 人就是如此 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若真名了 人生就会豁达 台语的回去 走 有戒指 离世之意 过世的台语是 过生 从这生 换到别生 本世结束 换来世 修行 就是要把 生死 置诸度外 莫执着在 生死里面 否则 会被绑住 反而无法出泥 阻碍修行 若越怕死 就越容易死 若不怕死 则虽然最终还是不免一死 但心性的提升是无可言喻的 有一句谚语 害怕死亡 是因为没有好好的活着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 从一出生的那一刻 我们就开始走向死亡 所以人生的意义 从来就不是活得多长寿 而是在这段旅途中 您做了多少有意义的事情 是否有广结善缘 了结因果 而一家人会相聚 不外乎报恩 报仇 讨债 还债 在这过程中 圆满姻缘 栽自五月天 转眼 有没有人告诉我真相 时间就是最巨大的谎 以为的日常 原来是无常 生命的具象 原来只是幻象 我们曾以为家人 就是要一辈子相守 殊不知 无常才是永恒的真相 现场开始精华节路 做什么事都要有智慧 欲帮长辈严寿 需多多广结善缘 勤修诸多福报 并且多诵经开智慧 有时若欲严寿者 福德资粮不足 又子孙祈求 想要帮其严寿 就可能会抽到 子孙的福德资粮 生死是常态 人就是生生死死 死死生生 要将死生自租度外 将自己托付给佛菩萨 如同文中分享的 佛菩萨开示 八字内已经设定好寿命 细由过去是善恶因缘所凝聚 平时多多行善 诵经持咒多放生 方能真正的延年益寿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尽其意 是诸佛教 要努力地利益昌生 服务众生 佛菩萨的开示 已经把严寿的关键 说明得很清楚 而我们真正落实 执行了多少呢 以下分享 星云说记 实得面目 抛雀身心见法王 前程不必问行长 但能实得娘生面 草木崇林尽放光 憨山老人梦游极 明憨山得清 抛雀身心见法王 前程不必问行长 你想见到宇宙真理 实得自己的本来面目 自己的前程吗 那就要抛雀身心 不计较一己的荣辱得失 真心法王 自然会显现出来 至于自我的前程如何 是富贵 是荣华 是疾苦 都不必去探问行长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者是 欲知来世果 今生作者是 因果的道理 说得很清楚明白 不问前途的吉凶祸福 只问因果 一个人只要端正自己的行事为人 就可以知道命运的好坏 有些人 终日沉迷于求千问补 无非是想预知自己的未来如何 却不知道自己平时不积累功德 不修因缘 只是一味的向外持求 有什么用呢 不必别人替我们预捕 自己心里就有数了 过去有一位沙迷 沙迷本来世源将近 他的师父修为很好 看出他来日不多 就让他回去和母亲见最后一面 沙迷在回家的路上 看到一群蚂蚁被水围困 一念慈悲兴起 就水手拿了一片树叶搭在水上 让蚂蚁得以借着叶片逃生 他回到寺院以后 师父一看很惊讶 探问之下 才知道他因为救护森林的功德 因缘骤变 无形中延长了自己的生命 但能识得娘生命 只要认识了自己的本来面目 改往修来 念念向善 自然草木从宁尽放光 常有人问 花草树木能不能成佛 人能成佛花草树木 当然也能成佛 只要我们的心正直慈悲 眼前的世界就能正直慈悲 犹如行云与诗 风生水起 此心世界多善人 引用完毕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摩尼经世 经由南海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士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空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